Joey想問一號長和 他55.4有貨 現在他輕微在虧錢 但他沒有打算購買 他說多少錢可以交貨 我覺得交貨應該有段時間 也不會落到很快要交貨的價位 可能48元、47元的位置才想交貨 第一方面,你的賣入價和現價差不多 你不跌足一成了 也沒有必要突然交貨 否則你只會無緣無緣無故增加風險 但問題是長和 其實道理跟剛才說的很多公用股 類似相似的 基本因素沒有什麼問題 但問題是經濟稅對風險增加 環球有這麼多風險資產 一樣都是會接著挑戰 圖表你也要面對 近期在3月底、6月頭 兩次試$56、$57這些位置 行為一個商定 項線位大約是51.5元 穿起來,量度跌幅 就是之前的大位 所以如果你分注買 或者你今天打算交貨 肯定是以雙頂量度跌幅的位置 才是交貨 所以就想清楚自己是否做長線部署 長線部署是可以的 你預算之後還有一注交貨就可以了 但暫時來說這些股份走勢上 是相對地比較不樂觀的 不過談談長和 除了它的業務和基本經營 其實上星期有一個新聞說到 俄羅斯的聖比德寶 證券交易所 今天開始就可以買賣12隻港股 長和在名單裏 不過事後港交所也說 其實他們沒有一個商議 不過就聖比德寶交易所 自己的經紀就可以買賣港股 有這樣的消息 俄羅斯那邊的投資者 真的可以放入場合的股份 你覺得對它有甚麼影響 兩方面 第一 過去二十幾個月 其實很沉迷的事 你講的第一 不要靠被動資金 不要想著靠有些人幫你掃高這股份 這個是很實際的 俄羅斯那些人想買 但你說其他 可能外資怕經濟衰退的時候走 加一減二 就一樣是跌 所以分別不大 所有東西我們建議看基本樣數為主 靠一廂情願 有些資金幫你掃起 掃得起固然是開心 但最終基本因素是不配合 跌下去是大趨勢 所以分清楚自己想要跌甚麼 第二方面 竟然在這個事況上 打算靠俄羅斯來幫你炒高一隻股份 你擔心會不會之後因為這樣 可能不關事的 布林被美國制裁 長和都覺得很無奈 你會擔心有這些相關的風險在 所以 我覺得買這些股份 你不想這件事會比較好 你當看不到你的新聞 真是想回自己投資長和的目的 你對成哥有信心 你對經濟前景有信心 那就先炸主 可能我看錯 或者說我過分悲觀 有些類似這樣的狀況 但在一個圖表上 我覺得 我的策略上 都是覺得51.5這些位置穿了 你可能沒有面對雙頂 但是雙頂出現了 現在市場又不斷地說 經濟衰退的風險 場和又沒有理由 可能完全可以無視 經濟衰退的風險 所以我覺得 面對基本因素比較實在 我會這樣說 好一個結婚 是什麼 是 這個 你 我是